所謂臨近年末都可以扮到太壞 最近的事情比較多 搞到好像差不多整個月都沒怎麼更新 看了一下自己的八字 原來今年就是事情比較多 明年就是我的流年好像比今年更糟糕 所以真的有什麼暑情我都是盡量今年扮了它 因為明年可能是扮也扮不到那種 今集來看看廣州地鐵1號線 列士林園站附近ABCD出口的情況 整個地鐵站附近的環境 也算是老城區有新有舊 有一個情況 比如說做了20年那種就是算新的 整條中山1234路都是處於一個非常乾淨的狀態 人們走得很快都不會亂扔垃圾 或者扔完其實有人掃回來 路上邊的電梯也是非常之多的 我基本上可以確定它們全部都是超速的行駛 每一步都是可以快得過對面的巴士 絕對就是超過了每小時25公里的一個速度 路上的行人、長輩、老人家也好 走過路過時速也都是分分鐘快過了那部電梯 就是衝過去 還有很多比朝明顯像 都會玩一個很小的 線上地方 是旁邊的 我不用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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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用路 我不用路了 老公 那边的电机也不是一直在马路上开 有时开一下就开到人行道 说是为了节省时间 如何省时间 但其实就在人行道那里乱飞 而共享单车也是一模一样的 人们踩着踩着就踩到人行道 生活节奏就是人们飞快地走来走去 然后路上的电机也在这边飞来飞去 共享单车也是跟着一起飞 大家都是处于一个斗飞的状态 游客人说是在这边飞 A出口的流行前線 那條幾夜地下通道 又是滑滑滑滑 說要切場 說要搬 最後都是小部份的 兜了出去的那些店鋪 就是關了門 跟地鐵站的漆仔 也是關了 但是直接通去中華廣場 那條通道也是 處於一個人來人往生意興隆的 狀態 這間店鋪也是說若滿 但是也是開著開著 又繼續開 那些商店的特價 其實都是貴過淘寶的 正價加上包遊 款式也是 感覺上是六七年之前 一直買到現在的那種 我都沒有買到這三十次 我都沒有買到這三十次 我只有 我都沒有 我都沒有 畢竟地下通道連著地鐵站 所以人流量也會很狠狠 但是停下來買東西的人 都不是那麼多 可是屬於 那個是有些過往的不旺財的感覺 然後地主也有一點點 屎不恨的感覺 一直叫舊的商店搏走 一直說在旺店 招租 招商 而且地下通道的定位已经不太明确了 以前就说是潮流 现在做的大概就是10年前的潮流 所以跟潮流没什么关系 外边的一框不是直的那条 就是执的执的关的关 搬铺的搬铺 所以地主的思路也是比较神奇 一边是鬼死旺 一边是一个人都没有 据说如果一间小屋长期没有人入住 就会有老友寄进去 一间商铺如果长期刺激 也是可能有老友寄 会搬进去做生意 4102年3 7102年3 湾饭方面是被人走过路 随便喝点东西 吃点东西 做服装那些也是被人走过路 随便买件衣服 或者住在附近突然没有衣服穿 虽然不太可能 买件衣服就没有什么品牌的规划 通道通去中华广场那些 那几间铺铺位也比最高峰时期便宜了 所以人们租了下来 那些铺铺铺的铺铺 分开一个一个铺铺 可以多收很多租 现在就收不到很多租 希望可以多增加小丝铺铺 那是信术乌丹 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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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